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毓民踩场》 今天是2021年11月11日 江棍节 双十一 大陆的人要瘋狂上去淘宝 上网购买东西的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的日子 这次六中全会是十一月八日到十一月十一日 明天十五日可能会有一个新闻公布 应该有 公布第三个历史决议 中共百年历史里面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今天我们看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公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確立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我们看到新华社在傍晚六点多钟 在我现在做节目之前的三个多钟之前 所以我们现在做直播 我们时间也很快了 公布是六点多出的 现在我们十点钟做直播 就说六中全会的公布 接着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到很多 特别是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民运人士 或者很多网红就会有很多评论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到那些是讲国语的 至于香港这些KOL 我估计都没有人会讲的 就是点到即止 我今天 就会一个小时 都是讲这个中共六中全会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收视率的话 最好不要说 那些人都没有什么兴趣听 但是这个呢 就是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 也都关乎整个世界局势 因为中共 这个所谓一党专政 习近平永续执政 都会有很多 比如说在外交上 贸易 这个所谓 特别是外交那部分 西方国家怎么去看 这个习近平 在今次的六中全会里面 帮他做神 然后为他在二十大继续再執政多五年 或者以后又多五年 不知道 至少呢 有一件事毫无原谅的 就是习近平 就不会在他两任十年任期结束 就收工 是吧 我早几天看到有一段视频 那些人传给我的视频 就是说这个 就是好像是大纪元时报 还是新纪元 就是法轮功那些 就是那些评论来的 他说呢 这个习近平可能不能做 做完两任十年就不做 我这么奇怪 是吧 大哥 这个六中全会开来干什么 你告诉我 一早已经吹风了 在上一次的政治局 就是已经 在審议这个六中全会 那些相关的议题 哇 大哥 已经很多 外国传媒 包括BBC 纽约时报 早几天长篇累续的报道 是确定了 大家毫无原谅的 二十大 都是习近平的世界 是吧 就是在 邓小平 就是 掌权期间 他设计那套 所谓 中共的权力承传制度 已经被他打破了 大哥 在2018年修宪 终身制 已经被他打破了 是不是 虽然有些人说 都要党 没有任期制 一向都 党职 是吧 但是为什么你要 国家主席 或者这些国家领导人 没有任期制呢 是吧 那你党政 一家 就是以党领政的 是不是 那你党 终身制 或者 我们叫做 没有任期制 那你国家 也是没有任期制 就是这样的 新华社在6点多发布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公布 就是简称六中全会的公布 提到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会议已经审 即是六中全会的会议审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总之共识中文就是很那场的 你真是有气喘的人 你就不可以读得很清楚的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共 我再来一次 我也乱了 全会听取 这个就是一个公布 应该是第一段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几十个字 除了这个决议之外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定了在明年的下半年举行 接着就是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讨论稿就向全会作了说明 所以虽然大家没有看到直播之类的 其实他读了一篇文章的时候 那个不知道是没有合眼分 那个是讨论稿 对吧 就是由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把历史决议的讨论稿作出说明 水蛇春可能全部读了 那个讨论稿已经不会改 就变成了决议 所以这个全会的公布主要就是说这三件事 这三件事就是整个六中全会最重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历史决议 一个就是下一届的党代表大会 就是第20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就是在明年的下半年举行 这个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就大概还有一次 按照过去的惯例 五年的任期 就是说中央委员会 五年的任期 要开七次全体会议 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休会期间 他的权力就往上送去中央政治局 所以在全体会议的公布里面 就特别提到高度评价 这个中央政治局过去的工作 五中全会作成的决议 他们执行得很好 这些都是政治套语过去都是这样的 所有这些相关的 就是共产党这些公布都是这样的 这个六中全会 这个全体会议 就把权力往中央政治局送 中央政治局就往七个政治局常委上送权力 当然这七个常委 也是二十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其中七个人 然后这七个人最大的是哪个呢 就是总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 所以我经常说 这是一个金字塔 过去我们叫这个 在邓小平之后 江泽民也好 我们叫他寡头独裁统治 寡头就是几个头 那你七个政治局常委就是七个头 寡头就是小头 独裁统治 是吧 那这个也算是 这个也算是 由这个 就是 独资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七个股东 是吧 好了 现在呢 又变回独裁 一人独裁 那就是习近平 是吧 所以今次这个全会 其实就是 我今天写了一条题目 就是 中共六中全会 统一思想 超顿赶毛 习帝一系 这个超顿赶毛 习帝一系 习帝一系 就是我 在这个 就是 应该这个 17年 几个时 写这篇 我写了一篇文 天下治 《非一人所能读词》 那后来用这篇文 这一条题目 那就是出了一本书的 其中有两三篇 都是讲习近平的 那我用了这个 习帝一系 超顿赶毛 他说要超顿赶毛 是吧 就要 要赶过毛泽东 那但是我们看一下 就是 在中共的五个 就是五代的领导人里面 是吧 操控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 就是 领导中国共产党 时间最长的是哪个 毛泽东 是吧 严格来说 是1935年 贵州遵义会议 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 我们叫做遵义会议 之后 他就是完全操控成 中国共产党 是吧 因为 权力斗争都结束了 就是在之前 建国之前 是吧 那些 亲俄派 王明 那些张文天 所有的李立三 全部被他斗瓜斗臭 真真正正 就是 定于一尊 就是1935年 遵义会议之后 好了 到1935年 到1949年 那就是有14年的时间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 就是正式 就是叫做建政 建国 他们叫做 就是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 但是他 连个国号都改了 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的国家 新中国 那在这14年里面 他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领导人 而且定于一尊 是没有杂音的 是吧 在此之前的中国共产党 因为有很长的时间 都是第三国际所控制的 所以里面也有很多派系 是吧 但是遵义会议之后 就是所谓第五次反围剿 因为当时 国民党绽共 追杀这个共产党 共产党就说自己 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实就是五次反围剿 那毛泽东就利用 那个反围剿的失败 就是其他领导人的失败 然后才可以在 一个遵义会议里面 就奪了权 由那一天开始 是吧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 那个最高领导人 到一九四九年 建政之后一九四九年 到一九七六年 他刮路震 是吧 当然 在他死前那两三年 都不能事事了 四人帮都控制了 但是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 多少年呢 是吧 二 二十六年 是吧 一九四九 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加前面那十多年 四十多年了 是吧 在一百年党史里面 他是操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 四十多年了 是吧 一九三年之前 那时候是中国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代 是吧 他是控制中国共产党 是吧 那你怎么超无啊 大哥 那我现在帮你计下 习近平 你现在做了九年 到明年 2022年 你就十年 是吧 那你十年 再给你做多一个十年 你就快要八十了 现在再做十年 七十多了 应该是七十八了 应该是 是吧 那你如果做到 好像邓小平那样的年纪才死 那我当你有二十年 再做多二十年 九十 是吧 加上这十年 都是三十年 你都超过不了毛泽东 但是你没有可能再做三十年 是吧 但是他不是这么想的 是吧 那这个六中全会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刚才我说过 强调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深刻总结 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 重新实际出发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最大是他 你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不过不冠名的 不写江泽民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又没有胡锦涛三个字 总结 深刻总结 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从新的实际出发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这种狂妄自大 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你没有毛泽东那种 说完之后 找什么你跟毛泽东比较 大哥 大家看看我摆了一堆毛泽东著作 这是毛泽东全集 这是2013年 香港一家出版射出的 这个呢 就比毛泽东选择 就是共产党出的毛泽东选择 五卷呢 就重要多的 OK 有很多在无选里面没有的 那这套书呢 有五十二卷 你习近平 现在有很多人帮你做神 我手上只有一本 叫习近平经典引据解读 说这些柴子真是垃圾到极 就是说他那些演说 或者他发表那些文章 会引用一句古文 解读那句古文 又说一下背景 就是他什么时候说这句话 都能出到一本书 我在立法会常常引经据典 我就出了很多本书 你真是 不过我不是最高领导人 是不是 喂 鄧小平 都有鄧小平民选三卷 大哥 鄧小平那些跟毛选比 已经差了一大卷 你习近平有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毛泽东选择 是吧 几个不同时期的 其实都五七年 这五卷也是 是吧 这里很厉害 是吧 52卷 我现在一套这些书 那时候买是二万六千八百元 一套 我这么反共 买一套来看 好看的嘛 大哥 有时候你写文章找资料 大哥去哪里找 是不是 很多时候Google 都是错的 除了这五十二卷之外 关于毛泽东的书 那些外国人写的 中国人写的 一大堆 我加上有几十本 你真是 我现在怎么拆 我都拆了一本习近平 你 经典印具解读 是有人送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买的 OK 是吧 超凳赶毛 没得顶 休息一会儿